说古代足球从汉代起到唐代发展到宋代这么热闹 什么时候怎么今儿就不成了呢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成 因为中国古代足球呢 从提倡社会提倡到技法是一路下滑的 明代以后这足球就衰落了 明太祖啊 朱元璋 他有好多古怪的规定 比如他防止军人沉溺于这个娱乐当中 涣散斗志 他就说整计军纪 说在京的这个军官军人啊 不能学唱戏 不能下棋 这个不能踢球 那怎么惩治呢 就说你唱戏我就隔了你的舌头 是吧 你下棋我就切了你的手 你踢球我就断了你的脚 就确实历史上就有这种人 我过去写那个词之文的那本书的时候 我查过当时这个明代戏剧资料 朱元璋时期那唱戏唱作一句台词就把上唇啊 连舌头在上唇都隔了去 所以特恐怖啊 这军人啊 确实有人去忍不住 踢了球最后就被剁了脚 你想想啊 那全家还得给发配到边疆云南去 你想想这如果一个人啊 你军人当时唱一段戏 下一盘棋再踢一场足球回来 你算了舌头也没了 手也没了脚也没了 这人就就完蛋了 所以当时对这个足球的限制啊 非常的严 但是由于你这种限制呢 那很多人就算了就不踢了 再加上这个其他运动的兴起 所以足球逐渐逐渐衰落 到了清代以后 足球基本上没什么生息了 因为清代是满族人入关 满族人最喜欢的一个事叫溜冰 他为什么喜欢溜冰呢 是因为他们家乡特冷 冷的时间特别长 东北半年都能溜冰 所以溜冰速度有速度感啊 所以就是他就提倡这个打冰球 他跟那个冰球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国际上 打的冰球不一样 他是把溜冰呢 和足球结合起来 他发明了一种运动 叫冰上簇居之戏 他当时也把他作为 他的禁卫军的训练内容 因为这个冰上的行进速度 是很快的 在冬季的时候 调兵潜将还是很有优势的 那么你想统治者 他对足球不感兴趣呢 所以这个中国的足球 在明清两代 逐渐就在历史舞台上 销声匿迹了 这个足球啊 我们今天看的足球 叫国际足球啊 跟我们 尽管他说祖先是我们 齐国人发明的 但是真的跟我们齐国那 处局没头的关系了 今天的足球啊 大部分规则 大家都知道 是吧 这个 整个球场的比赛的规矩 一个比一个人明白 但是你踢的时候 未必明白 那么你看的时候呢 对足球而言呢 我们最爱看的那一瞬间啊 只要是你去 不管你到现场 还是你在电视机前 去看现场转播 只要 这个运动员带着球 攻入球门之前啊 每个人都激动的会站起来 兴奋 但是呢 老踢不进 你比如我吧 我看球跟别人看球有点不一样 我喜欢一人看 我不喜欢一大堆人 老在那嘚不嘚的一通说啊 前些年呢 我还有这兴趣啊 这个不是这届世界杯 这届世界杯 就肯定我没那么大兴趣了 大概是三四届啊 乃至四五届以前 那就说十五六年 甚至二十年以前的世界杯呢 那时候踢的时候呢 我经常一人啊 找一能拨球的酒吧 找一张桌子 鸡脚嘎篮 自个儿要两瓶啤酒 在那边喝边看 我记得有一年 我去看这个球吧 自个儿特的兴趣 就在北京的一个 很好的酒吧里去看啊 从头到尾 俩队踢俩中头 一球没进 弄得我很沮丧 你知道你要看球啊 双方都不积极打手势的时候 在不进球 你看着就不兴奋 看球最激动的就是 要不然就是 这个点球大赛 要不然就是这个多进球 我就那时候我就想 我说为什么 就是不能让我们的这个规则 向多进球啊 变成进攻性的这个足球 去发展呢 你比如说 那时候我就想 球门能不能设计再大点 再高点 让你多进球 我觉得一场好的球赛下来 当然也不能像篮球似的啊 说每一场 两方都是100比102 这一球也没法看 他能不能弄个 每场都有10个8个进球 这样看着就比较兴奋 你想足球本来时间就长啊 你现在一场球下来 你得揉出来两小时 两小时一球不进 你看着不兴奋 所以最好呢 就是能够保证个五六分钟 十来分钟能进一球 所以我就想 能不能这个规则 向这方面去发展 那么还有呢 就是点球大赛 我觉得点球大赛这事啊 就是我原来老设想 能不能改良这种点球大赛 我作为一外行 想了好多招 原来我有时候在那躺在床上 就突发奇想 点球12码点球 大家都知道 球门 守门员是反应不过来的 即便你把球扑出去 也是事先判断 蒙出去的啊 那么那么近的距离 如果球闷在脸上 那人都能打晕过去 那力量多大呀 而且你会发现 越好的运动员 他心理压力越大 然后呢 越可能射歪了 所以点球大赛中呢 往往都不是强队啊 能够占优势 老师这个略队能够占优势 因为略队说输就输了 强队觉得输的 有点不值 所以呢 一旦有了这个压力啊 在点球大赛的时候 就容易失败 那我想 能不能把这个规则改一改 让他有利于 所有运动员的技法去展现 比如点球能不能改成 就是我们现在在12码 我们都知道 一脚就开进去 要不然就开飞了 是吧 那我把它直接搁到中场线上 那么在这时候 能看出所有优秀运动员的脚法 优秀运动员的脚法 在这块会有展现 比如一个优秀运动员 带着球向球门行进的时候 如果你把时间缩的很短 比如说我们 我也不知道 我凭我感觉 比如6秒钟 6秒钟之内 你必须要射门 那么你要展现你的技法 你要迂回走 那你时间就不够 你直接往球门扑 如果这个 这个守门员出来扑你 那角度啊 你就没有角度在射门 那就看你的技法 所以我就想 如果把这些规则都改了一下 可能球这个球赛就更加好看 我们今天的体育本身就是向娱乐方向发展 你看看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有大量的什么足球宝贝 那足球宝贝一个比一个宝贝 上来以后给你调剂你的情绪 足球宝贝一定是那身条比较好的 身上就是自个儿要踢着足球上场 差不多得有仨足球的感觉 得有这种足球宝贝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想 它本身就是带有很强的娱乐色彩 我们想体育是一个竞技 足球是竞技中的竞技 它带有极强的观赏性 我们怎么能让这个观赏性 能够满足更多人的欲望 我们只是 我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冤枉 我是一外行 我就是瞎说 你们就那么一乐就完了 千万不要喷我 那么你们会说 说你这得不得说这么半天 说你会不会踢足球啊 我告诉你足球是个人就会 小孩从这么大孩子都会踢足球 你不信你拿一足球你搁腾 只要拿脚踢他就会 踢的会不会是一回事 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小时候足球踢的少 为什么踢的少呢 因为我住的那军队的大院里 没足球场 最早是有的 足球场后来都被蚕食了 特别多的都是篮球场 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呢 就特别喜欢打篮球 当然也去踢足球 那时候踢足球叫踢野球 随便找个控场 比如大操场 那时候部队院里都有那超大的操场 在操场上踢球就乱踢 顶多也没法划线 就是拿摆两个石头子就当门了 所以那时候踢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 没有打篮球那么专业 我们小时候啊 获得一个球啊 是一个很难的事 今天你说孩子想踢个足球 打个篮球 家长上去买一个就给你了 我们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家里 能够给专门给孩子买一个球 标准的篮球和标准的足球 在我小时候也是一笔钱 我记得当时一个标准的篮球 十几块钱 足球也过十块钱 那时候很多家庭 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月的工资 才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要养家 怎么可能给孩子花十块钱买个球呢 我爹啊 我爹是军人 我爹有个特别好的战友 他是当时空军体工队的队长 我从小就管他叫叔叔啊 叔叔姓林 双木林 我说林叔叔就是 林叔叔特别喜欢打球 就跟他聊 就说你那个挺部队是不是有很多球啊 他说有啊 这球很多啊 有篮球队 足球队 那部队那个专业的球队 那球队没数量啊 然后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 后着脸皮跟说 林叔叔你能不能给我弄一球啊 说我们打球老没球 每次都是蹭人家的 然后我这林叔对我特好 他为什么对我特好呢 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儿子 他没儿子他有仨闺女 所以他对我特好 然后他当时就拿电话 就打电话 那我听着呢 他说给我弄一球啊 给我挑个新的过来 弄过来了 结果那时候电话跟今天电话不一样 今天电话是点对点 你给谁打就是谁接 是吧 那时候那电话呢 敢谁接就是谁接 结果接电话的人呢 是当时空军提供队足球队的队长 足球队队长呢 我要的是篮球 这个足球队队长接着电话 接到领导电话 领导说你给我弄个新球来 那足球队队长理所当然的理解成足球 所以隔了大概有个一两个礼拜吧 高高兴兴的给我报了 扔给我一球 我一看我啥了 我把那想要一篮球 再给了我一足球 给我一足球 我就有点沮丧 你知道这个 你想要的东西差一口气啊 比那东西不来还沮丧 所以现在就沮丧 然后结果那林叔叔就跟我讲 就说 哎 说得了 这足球是给你扔的 过两天我再给你弄一篮球 这时候呢 因为送球的这人是足球的队长呢 就带着我说 足球也好玩 我带你去吧 然后我们就去了 到了我们那个院子里的 那个大操场 过去军队院子里 都有超大的操场 这操场上一定有一大舞台 这舞台是死的 不是现搭的 你看现在你做音乐会 露天的干什么 全是现搭的 都是金属的 那都是气的 拿砖头拿水泥气的 那舞台的高度 一般情况下都有一米多高 然后两边有两个 三五凳的那个楼梯走上去 然后后面有个大影笔 然后他带我到那去踢球 这专业跟业余的区别就发现了 我一去看 人家真不一样 他说你看我踢这球啊 那时候他送的是一新球 他踢一下我就心疼一下 你知道吗 那时候太喜欢这些东西了 你又没有机会获得 所以一旦获得一个新球的时候 你心里的感受会非常强烈 就舍不得踢 他可没有舍不得 他把这球搁脚底下 第一脚对我印象深刻 就是他这一脚踢球上 这球就擦着那个舞台 大操场上那个舞台 那个舞台有一米多高吧 这球就擦着他上下 踭就上台上去了 我当时一开始以为他是懵的 然后我要上台上把那球给踢下来 他踭又一脚 又擦着那个舞台又上去了 就控制的特别好 你要让我往舞台上踢 我也能踢上去 我就抡圆了往高处踢呗 就是就有点像我说的这个唐代的球门 是吧 上面没有横篮 摄上去就算进球嘛 那么如果有了横篮 那对你的脚法就是有要求的 所以那个年月啊 我们去踢球 这都是我童年时候的记忆 那时候我十几岁 我现在想想大概十五岁 十四五岁的样子 非常小 也不算太小啊 我们那时候觉得十四五岁的孩子挺大的 那今天看就是初生生 初生生这个样子 所以在那个年月里呢 就是这么去踢球啊 这个踢球呢 也没有规则 也不可能凑成一个队伍去跟人比赛 我们那时候最愿意比赛的倒是篮球 为什么呢 篮球比较容易凑成 五个人就可以打一场 五个人就可以跟人家这个 找一个对手 对方五个人 十个人就能玩一场 而且篮球相对时间也比较短啊 体力也能跟得上 足球呢 不是中国队 足球啊 踢的不行 体力不行 我们也不成 那足球奔跑起来 没完没了啊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咱体力不行啊 所以踢不赢人家 嗯 中国足球呢 今天给我们生活中呢 提供了很多乐子啊 我经常接到各种段子啊 拿中国足球开涮 我们中国足球历史上啊 咱们不要说的很久远的像齐国历史 就是我们在民国时期中国足球队呢 在国际上都获过很良好的成绩 那时候呢 西方各国都不行 我们行 但是几十年下来啊 不到一百年 我们的足球现在踢成这个样子 一到世界杯呢 我们只有看的份啊 没有参与的份啊 前些年啊 前几届我们 由于是日韩这个联合这个半世界杯啊 人家两国呢 不需要比赛 我们就蹭进去一次啊 蹭进去一次 最好的一记球都是打在这个门柱上啊 没有踢进 那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 拿着今天来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病啊 我们早晚有一天 中国足球呢 咱别说拿世界冠军啊 我说这个不够你们喷的呢 早晚有一天 中国足球能够走出去 能够参与世界杯的比赛啊 实在不行 咱跟世界杯说说啊 让他扩大点这个名额 咱怎么也能挤进去 是吧 我们今天啊 找了一件文物 找这文物费了半天劲 就是我们怎么能找出一个东西啊 能够代表我们的体育精 唐朝有个人叫康田啊 他写过一个剧谈录中呢 他专门写过这么一次 就说军队里有好多人 我刚才不是说军队 他个踢足球是训练嘛 有几个年轻的军人在那踢球 有一个球没传住呢 直接就飞在 就飞出界了嘛 旁边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一伸腿把这球就稳住了 然后接着就一距进踢 这球就直飞竖杖 就飞回去了 这段记载可是全世界这个关于女子踢球的最早的记录了 你想想 那书呢 女的啊 这球都踢的 按理说的那书 你知道唐代可是天族啊 咱后来禅族是宋代以后的事了 唐代的女的脚都长得大 这个这个没有受过那种摧残 宋代以后女子不怎么踢球也跟禅族有关 所以唐代的时候这个女子踢足球应该说是还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元代戏剧家啊 四大戏剧家 有观看清吧 写过一个叫女校尉 他说的就是为促居最风流 演习得体大温柔 这是中间的一段词 你从这个 这段这个唱词上 你就知道 这个女子踢球还是一个很风流的 很风流的事情 唐代以后啊 到了宋代以后呢 他这个踢球的踢法当中呢 他的表演性和娱乐性的内容就大大增加了 这就坏了 因为他的娱乐性的增加呢 这是个人啊 他就不讲究竞争 就讲究讨好别人 我们今天啊 你看凡是带有娱乐色彩的运动啊 他主要要讨好观看者 他不是为自己娱乐 是为了娱乐大家 所以我们的足球到了宋代以后的 他的竞争力就越来越越小啊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绘画 比如有宋太祖的处局图啊 他当时就描绘了宋太祖 赵邦印呢 跟他弟弟赵光义 还有宰相赵普几个人呢 一起 处击西系的场景 那么你看当时的这个皇上都那么喜欢啊 这个踢球可见啊 民间一定会喜欢 上有所爱 下必甚年 这是一句古话 这皇上喜欢的事 底下没有人不喜欢 那么到了北宋的末年啊 宋徽宗更就是一足球迷啊 《水浒传》中对这个有一个很经典的一段描写啊 有一个桥段就是说呢 高球就是因为能踢这个一脚好球 他球能踢成什么样呢 就能让这球啊 像吊胶一样粘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得了得了宋徽宗的这个赏识 最后当上了高官 那么这个我想啊 这个踢球的这个技法呀 很多是天生的 是一种感受 我们今天呢 去看到一些这个小的视频啊 看到一些著名的运动员踢球的时候 确实是个享受 这个球是圆的呀 我们不管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 我们个人的技能都是非常有限的 而这些专业的运动员 人家的技能 我们只能看着的份 所以看也是一种欣赏 宋带时候呢 他踢球他有那种单球门的啊 所以他叫助球 在比赛场的中间呢 上方拉几个高高的球网啊 中间呢有一个洞 这个洞叫什么呢 叫风流眼 这个洞就是球门 但是很小 只有这么大 所以你想踢过去也没那么容易啊 这个当时由于 这个足球的非常普及呢 他在民间就专门就出现了 这个踢足球的这个社团啊 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群众团体 他这个社团特有意思 他有名啊 这名都载入史册 他叫什么社呢 他叫棋云社啊 不是德云社啊 就是棋云社比德云社还高 他们能把这个球踢的高飞入云 与云齐平 所以叫棋云社啊 这个足球啊 是圆的 所以呢 这个棋云社呢 又称为圆社 棋云社的会员们呢 又称为圆友 你像我们现在德云社的那个会员 都称之为什么呢 钢丝 是吧 钢丝 所以要入棋云社啊 就是当年在宋代 你要想 这个进入这个棋云社这组织 你比今天进德云社还麻烦呢 要拜师 给师父送礼 或者送钱 然后呢 还要送薛袜 你知道过去啊 人的这个财产 跟今天不太一样 今天我送一双球鞋算什么呀 和过去送双鞋 那鞋挺贵的 然后还要去设酒席 宋代人生活很好啊 就是那种生活状态非常悠闲散淡 所以呢 这些新人一进来呢 就是新人会或者说元会 对这个棋云社里的人统称为各位都是原有 这棋云社呢 他还定了好多规矩 他这规矩呢 从这个促居的技艺啊 到比赛规则 运动服装乃至运动道德 无所不包啊 比如他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出场要天气 中场要哨水 末场要打散啊 什么意思呢 是指啊 出场你新来的人要把这球锅把气吹足啊 你说这事不简单吗 这事还真麻烦啊 你没吹过我吹过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球啊 那时候踢足球的机会并不多 但打篮球的机会多 那篮球呢 如果有点慢撒气呢 你就是去打球的时候还带着一气针啊 没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 说你买一气筒 就踹两下就完了吗 没有 那么你去打气 这专门到那个能打气的地方去打 那麻烦 所以就带一气针 带一气针呢 就是打球的时候觉得这个球气不足了 往上一插 把这气针往里插 然后那一角管的使劲的吹 吹球的时候啊 你这满肚子气是吹不出去的 你身上有多的劲你使不上 你最累的不是浑身啊 是你这腮帮子 吹完了以后来腮帮子酸半天 吹的实在吹不动 就手里把那软管一捏 直接给别人 别人拿着吹 那时候年轻啊 你小孩也不懂得干净脏 所有人都拿那管来回来去的吹 吹足了把这针一拔 又开始玩 玩的不行的时候再扎了再继续吹 反正玩一天吹一天 所以这吹气我是吹过啊 就是不像你想象那么容易 所以一定让新人干这个事 都是老人欺负新人 这是一铁绿 古今中外都一样啊 中场为什么要哨水呢 他那球场不像现在 现在球场都是草地 你没这事 过去那球场都是土场子 就是踢的一定程度呢 浮土太大了 暴度狼尖的受不了 所以怎么办呢 就哨上水 就淋一点水 让他这个压压沉 末场为什么要打散呢 就是最后 你要收拾这残局 别人踢完了 扬长而去 该洗澡洗澡该喝酒喝酒 下来 您呢得把这些地方 该收拾的都收拾 所以这就是包括把球放了气 把气放了以后把球收起来 这就是当时秦社的这个 这规矩 这种规矩呢 其实他都把它这个套成了行动准则 比如他有十锦要 什么叫十锦要 就是十条规矩 十条最要紧的规矩 他怎么说呢 他说首先你要要和气 是吧 什么要温良呢 要尊重呢 要谦让呢 要精神等等等等 一大堆 这要的 这是十条最重要的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十戒 就是十戒也很厉害 它叫十进戒 就是十件事你不能干 它比诸不戒还多两戒呢 诸不戒才八戒 你想踢球这十戒 进什么呢 戒多严 戒赌博 戒争斗 戒是非 戒傲慢等等 你想 他说还戒猖狂 戒酒色 戒多严 就是你少跟我啰嗦 踢球的时候 有时候球踢的很冲突 但是嘴巴 别再挑衅 就不会出事 如果球踢的不怎么样 那嘴巴老挑衅 很容易打架 所以人说了 你这个 不能多说 那戒赌博 你都不用说 今天全世界 都 打击 踢球的人 按理下注 就是踢黑球 我们前些年还处理过很多人 那么还有呢 他在不义踢球上 还有一些禁忌 叫十步踢 什么叫十步踢呢 就是什么时候不能踢球呢 比如他说 宴席前 饮食后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 我们尽管踢完球以后呢 不能马上去吃饭 要休息一会儿 那你吃完饭 也不能马上去踢 比如他说 有风雨的时候 也不要踢 心不暇 就是你心里 老有事 也不适合去踢 他就讲了 你看 有提倡的 有禁忌的 有这个 这个不允许的 等等 他都是十个十个的 那么宋代呢 很多城市 都设有了这种 奇云设 所以这种圆牛们 踢球的人 可以走到各方的 切磋技艺 这就是当时的 所谓的状案 对来访者的 处居的技艺呢 进行 这个测验 你说你身怀绝技 那没关系 你把你的技术水平 给我们展现出来 这得跟当地的这些 球友们的比赛 切磋技艺 当时的这种测试 就是说状案的标准很高 比如他要求你用脚啊 左右脚 各连续颠一百下 我觉得今天啊 如果按这标准 好多人根本都考不进去 这个球队啊 就是左脚垫一百下 右脚垫一百下 双脚之间不得相砸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一只脚啊 垫一百下以后 扔给这只脚垫一百下 不等你 想哪个脚就哪个脚 那你太精神了 球呢 还得要求颠的平稳 不得忽高忽低 我们都颠过这球啊 你要是一脚深一脚浅的 你可能还能颠几下 你要说完全要求一个高度 你一般人没这技术 如果你一次测试不成的话 那怎么办呢 说再给你两次机会 如果三次你都失败 对不起 就回去了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半天 说一下 放棄了